欢迎收看金灵天侠曾经推动美股上涨的美国七大巨头 现在恐怕是会变成由三麻烦来接棒 包括像是辉达 微软 还有Meta 这会不会让创高的美股现在是有出现大回调的风险呢 另外在特斯拉的部分周四的股价是下错了12%的幅度 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说如果说不设一个贸易壁垒的话 那么中国制的电动车恐怕是会摧毁全球的竞争对手 另外英特尔现在找来联电一起合作 他们要合工12奈米 不过英特尔的股价在周四盘后也是中错了10%的幅度 我们稍后会带你一起来关心 另外就是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再度来到台湾了 他同时有点名有包括像是联发客等等酒家的台器 是所谓的超级巨星 另外长荣行罢工的一个危机都还没有解除 那么接下来马上就会过农历年了 如果说民众很担心要买这个旅行不变险 会不会受到影响 到底要怎么样去买呢 我们在稍后会带你一起来了解 先请教有明哥在去年推升美股的七巨头 现在是被麻烦三巨头像是微软Meta挥达所取代了 今年他们都贡献了标准破500指数的涨幅 会不会在创高之后现在有大幅回荡的风险 因为今年才过第一个月 但是因为涨势太过于集中 就是微软Meta跟这个挥达 如果帮大家回想一下过去的一个历史 像去年度的时候 因为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美国银行出市 所以后来所有的一个资金就跑到科技股去 当时不是有七巨头 那七巨头就是所谓的 所谓我们俗称的7UP 然后他们的一个涨势就从5月涨到7月 但是因为过度集中在这七档股票里面 所以造成后来的8月到10月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全面性的下跌 那从11月开始的时候 美股的一个上涨的一个过程中 涨势很平均 中小型股票罗素2000又特别的强 但是到了今年1月的时候 反而资金又开始 已经不是七档 反而就是只有这三档 所以按照之前的一个经历 当然不会马上跌 但是可能后面就要小心 因为资金过度的集中 第二个部分比较令人担心的 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 因为涨势的一个股票 数目加速正在减少里面 那过去因为是因为看涨期权 在1月19号到期 这什么意思呢 各位要知道台积电的法说是1月18号 那之前有很多看美国大涨 看他不爽的这些期货空单 齐全空单 一直都是在1月初的时候去空 但是没想到台积电的法说 凭第一声门 所以把所有的空单 嘎到几乎是到期的时候 来到最高点 那1月18号以后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个19号就是隔一天 反应台积电的时候是长虹 但是长虹之后的话 就开始虽然有涨 但是都是小税部 所以小税部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有很多看多的资金 他们是场外去买其他的 包含像期货跟选择圈 但是因为伽马挤压的关系 就是这边齐全买得多 你现货的部位比例 要跟着一个 α的一个比例在走 所以你现货就一直推 可是这种推升的力道 已经开始越来越弱 不然的话 你看到的K线 就会是一根中长虹 但是都没有 所以这个隐含着 就是说现在看多的人 就一直不断的在进来 那这样进来的一个同时 不管是齐全活动 跟资金变化 大家就要特别的小心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 比较明显的回档 但我想一月份的时候 应该还是属于绵长的涨势 但是二三月之后 就要特别小心 那接下来的话 Intel今天财报上开了第一枪 第一枪的话就是上一季 照理来讲的话 是优于华尔街的预期 但是因为它对后面的一个展望 感觉没有那么好 猜测不佳 对 猜测不佳 所以这个就中错了10% 现在美股也变得非常的现实 只要你的猜测里面 报告里面 你没有提AI两个字 你的股价基本上 就会被大家 当成是垃圾来丢 那我们注意一下 因为之前在2024年 第一季的时候 市场是预估 Intel的一个营收 应该是落在141.5亿美金 但是实际上 它自己的猜测 是122到132 各位有没有发现 明显差很多 第二个部分的话 如果就这个 所谓每股获利来讲 每分获利来讲的话 一个是33 这个是它原先市场的预期 但是实际上 它自己的预期是13 最重要的是毛利率 调整之后的毛利率 是4.5 我们来讲一下 Intel目前的架构 它的架构 第一个是晶片设计 第二个的话 就是制造端 因为它跟台积电不一样 台积电都是纯制造 它是又有一点 IC设计的概念 一点又有所谓 晶圆制造的概念 那照理来讲 IC设计的毛利要很高 那以台积电的 晶圆制造的毛利的话 平均都是53% 所以你那么高的一个 IC设计的毛利 再加上一个晶圆代购毛利 你应该要接近50几 因为你有IC设计 但是它出来的数字多少 只有44.5 所以就意味着 你的制造的良率 非常非常的低 对 所以这个事情 就会导致说 它未来一定要想办法 因为它太久 没有做代工了 所以它必须要去找 另外一个 不是台积电的人 来跟它合作 那个人就是联电 所以它找联电合作 去开发12奈米的 一个制作平台 在亚利桑那 2027年投产 当然这个不会是马上的利多 这个对联电来讲 是一个比较后续的一个利多 隐藏性的利多 那联电就是第二家 在亚利桑那布局的 一个台湾机能厂 所以联电也要去美国 对 联电也要去美国 但它这一次做的 虽然是感觉起来 是12奈米的ARM的一个架构 事实上也都是比较偏成熟制程 我们所谓的成熟制程 大概是18奈米以上 对 但12的话 其实也不算太过于先进 那找联电的目的 当然就是打击这个 就结合次要敌人 打击主要敌人的一个做法 那这边等一下我们提到 就是成熟的一个制程 尾由联电代工 是什么意思 那它现代的话 Intel本身是想做高阶制程的 一个技术 那这里基辛格特别提到 弯道超车四个字 那这个字 其实我们常在这个中国 尤其是中国新中国梦里面 常在提到弯道超车 但是对中国来讲的话 弯道超车的这个梦想 常常会变成弯道翻车 这样的一个这个幻想 但是如果以Intel来讲的话 因为它毕竟有技术以外的因素 包含像政治 包含像其他的教育环境 所以我觉得对Intel来讲 它的展望性 就会变得比较高 Maybe它搞不好 真的有机会 可以看得到台积电的车尾灯 那现在他们合作的一个方式 当然就是从EDA跟IP 两个来着手 那联电这一次的话 如果因为跟它合作的关系 12奈米的话 全力经上看100亿以上 只是看什么时候认列的问题 当然不可能是 不可能是集中在一年以内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布局的一个 美国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假设到2023年之前 布局都成功 2023年都可以 正式的一个投产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 到2027年以后的话 到2023年这段时间里面 很可能联电的一个毛利 就会三级跳 那对这个Intel来讲 2030年成为全世界 第二大的一个晶圆代工厂 又真的是有机会 达到一点点初步的一个雏形 不过说到在这个12奈米 那么为什么Intel 一定要找联电呢 究竟是什么最主要的 关键的原因 我们先来把这个 就像我们在看这个笼中队一样 我们先来把全世界的 晶圆代工的一个比重 我们来做一个所谓大局观 用一个上帝视角来看 第一个部分各位可以去看 就先进制程 美国在2023年的话 先进制程的一个比重 大概是12.2 到2027年是17 所以换言之它其实是成长 这一块成长是来自于Intel 但是美国在成熟制程里面来讲 2023是5 2027年是5 所以基本上它没有再增加 所谓成熟制程 那我们来看中国正好跟它颠倒 如果就先进制程 是从8掉到6 但是成熟制程是从31到39 所以全世界大部分的 成熟制程的一个产能 都是以中国为主 是它在贡献的 被美国打压了 对 好 再来我们看一下台湾 台湾是68掉到60 44掉到40 台湾不是没有增加 只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里面 被稀释掉 但如果以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就把天下大事分两块 第一块的话 我们就来讲先进制程 那Intel其实结合联电的话 第一个目的叫远交进攻 远交进攻的话 就是因为Intel要发展IDM2.0版 变成纯的一个所谓晶圆代工厂 那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架构 它本来是把它的IFS拉出来 IFS的话就是Intel的Fablish Service 就是所谓的它的晶圆代工部门 它本来是拉出来 但是它现在把它包含在制造端 跟它所谓的产品设计端 那这一块完了之后 它可以走两条路 一条的话就是对外去接外面的客户 就是别的IC设计丢给它的单子 比如说高通 比如说它自己心中向往的 这个最重要的是NVIDIA 就高通加NVIDIA的单子 它来做 然后第二个部分 它自己不是也有产品设计吗 那产品设计出来的话 由它自己来代工 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想法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去想 如果今天它的产能 如果从美国这一块来看的话 势必Intel都要往高阶这边来走 那可是它的Intel的这个IC设计里面 又不会全部都是先进的晶片 一定会有成熟制程的晶片 那成熟制程它自己本身 就没有再特别做 那这一块谁来做 当然就是找联电来帮他做 所以这个就是它现在 IFS的一个架构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未来的美国的政策 现在的拜登也好 未来有可能的川普也好 其实都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他们看到了 比如说中国这一次的 这个华为Mate60 这支手机做出来的时候 里面用的是麒麟9000S的一个晶片 那大家就看得出来 你为什么可以做出那种 感觉起来好像是5G的晶片 那美国人既然是这样发现的时候 美国的国会议员就开始提出来 所谓的零件关税 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针对成熟制程 不是只有产品 我们连它上游零组件的晶片 我们都应该要给它进 就彻底的把中国这个所谓的 在中国新这一块 不管是你今天想要从先进 或者是你仰赖的成熟 我全部把你弯道操车这条路 给你切掉 然后让你直接变成弯道翻车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地 这个晶圆代工厂 这个8寸的一个情况 那中国的话 其实新增的部分是22 美国的部分是14 那为什么我要去提这个数字 如果美国的国会跟美国的 不管是现任 跟以后的一个接任政府 要把这一块全部给卡掉 就是中国新增的22 22做这样的一个成熟展 全部让它集中在中国 你中国自己自销 自己功过于求 那个你家的事 但是我们全球的话 不用你的东西 可是美国才增加14 对 那你这个22要从哪里补 台湾嘛 欧洲嘛 还要加一点东南亚 好 再简介要有名 那如果从这个投资面来看的话 是不是还是要比较锁定先进制程 其实今天股价两样 前额台阶涨两块 但是联电是下错了 将近5% 联电是属于一个 比较长期的一个布局 那现阶段如果要去讲台积电 或讲先进制程的话 是考虑到基期的问题 因为这是一个插协同理论 就是现在如果我们盘点 所有的市场上路人 你去问他说台积电是一家好公司 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去反对 反对这件事情 人家会以为你不懂股票 但是问题是这档股票好 但是它的基期好不好 如果说我们以英特尔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当然今天的一个财报出来的时候 盘后是集错了10% 可是英特尔相对的涨幅 在所有其他你去看到7UP里面 或者是刚刚说的那三麻烦里面 其实都没有那么高 但是这一家公司 毕竟看不到台积电的车尾灯 好 那如果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遥想台积电 一个800块的目标价 可是如果从这一次的高点 646到800 各位可以去算一下 大概是涨两成 就涨120几块 120到150之间 那两成多块 三成这样的一个比例 好不好去投资 跟我们如果把钱拿去做成熟制成 当然它不会是在现阶段马上实现 但是我们说过 联电会拿到100亿美金的权利金 然后之后的话要亚利桑拉设厂 2027年之后的话 获利又会提升 然后英特尔又会长期间跟它盟友 那如果以这个角度 再去看现在的联电 你就不会觉得它特别贵 因为它整个在去年度也好 前年度也好 它相对涨幅是落后 但是是不是要因为联电涨上去了 或者未来好了以后 我们回头去做成熟制成里面的世界先进 其实没有 因为未来的世界分得很清楚 要就是直接做龙头 先进里面的龙头就是台积电 成熟里面的龙头就是联电 所以满到这个所谓的世界先进 也不会太久的一个时间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今天金融股其实也有扮演一个成盘要教 要请要有名歌 金融股今年有哪一些的优势 包括它的获利还有配息 有机会可以大爆发 刚刚封路有特别提到 第一个台股在轮动 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有轮到金融 第二个的话 金融去年的年终奖金发1.93个月 所以看起来是又比资讯类 或者服务业要来得更高 所以这么多的一个好事集中在金融股 金融股在最近会不会有机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金融股最近有做了一个 法夹弯的一个政策调整 像去年10月的时候 金管会有针对四个门槛 那简单的来讲 就是这四个门槛 你在配息 配股的时候 其实你限制很多 这个导致14家的金控公司 没有一个可以符合规定 大家都不能用法定的盈余工机 跟资本工机来配发 那这样子的话 对纯股族来讲 就不会是一个好事 但是今年1月份的时候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选举的关系 正好有做一个修改 可以依照当期的盈余来去做分配 不用去受到账上 有没有未实现叠价损失 这个讲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 我去年度赚了多少 那个叫我已实现 但是我未实现可能有美国公债 有很多其他的部分 那个亏损的部分 我不要把它列入 然后跟以实现来做什么 稀释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拿这个已经赚钱的部分 拿出去配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它后来有一个淡输 就是我们的资本公斤 你可以拿来配 只要你配完之后 还能够在这个120% 这样的一个法定预约 这样的一个标准以上 这样就OK 那这样当然就是开了一个方便大门 给金融类股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最近这三年金融股 其实还蛮倒霉的 因为它心比天高 但它命比纸薄 因为为什么 2021年的时候 有防疫保单 这个地方当然就亏钱了 然后再来2022年的时候 暴力升息 那你手中有一堆美债的一个部分 叠价损失也要算进去 资本公积也要扣 法定营运又不够 所以这些东西都不能拿出来配 但是到了去年度的时候 因为金融股的营运状况 已经开始得到了一个稳定的改善 17家公司里面 只有4家获利是衰退 然后其中的13家的话 都是在成长 成长最高的包含赵峰金 有高达79%的一个成长幅度 然后配合前面 政策性的一个改变 所以我觉得今年度 在配息的时候 应该会是这两年配最高的时候 那再来还有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资金的挪移 怎么说呢 因为就是因为前两年 包含像金融类股的一个 配息不稳定 你看连开发金这么稳定 配息的一个公司 被存股族来当成是 这个所谓的现金流的一个公司 后来都因为这样没配 所以大家对金融股新会议了 跑去把资金 尤其是存股族 跑去存高股息ETF 那高股息ETF存的存的 Amago 随便谁发都可以变成说 一开始直接就超收 而且溢价都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其实都 凭准金的制度其实都混乱 所以很多人都号称 可以有什么7%以上 到10%的一个股息殖利率 可是后来政府不是针对平准金 有做了一些限制 那限制完了之后的话 大家发现老牌的高股息ETF还是好 因为它累积了很大的平准金 可是新的不敢买 那这个时候钱就会跑去买金融 那在降息 今年又是一个降息年 降息的话 短率一定是降的比较多 所以对金融业来讲的话 短率降的话就等于负债价 然后长率因为变动的部分比较缓 所以它等于是它的营收 因为房贷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一来的利差 反而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的话 钱就会楼进去 再加上高股息ETF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就针对最重要的两个指标 所有金融类股里面 这边大概有评比17家 17家里面就是去年度的获利成长 跟我们预估它的股息 这怎么出来的呢 就是按照它这前几年的股息分配率 然后算一下它的EPS之后 换算出来的一个股息 然后最后得出来 1月25号的收盘 加来当股息殖利率 那这里面的一个结论的话 就是说股息殖利率前三名是 照丰金 中信金跟开发金 分别是4.89 4.62跟4.5 其实已经比很多的 这个高股息的殖利率的 这些ETF要来到好了 如果以获利成长前三名 是照丰 中信跟国票金 那为什么要看获利成长 因为我获利成长就代表我今年还会再继续成长的可能性高 那这个可能性高 就会影响到明年的配息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去做选股的话 应该可以掌握到金融类股的一个投资 好 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关心 很多台湾民众喜欢买所谓这个 利变型的一个保单 那么利变型保单在今年 整个买器有机会再度回温